台湾的果池已经开始 大家好 没错那就是我的问题 他去拿的 没关系 欢迎来逛西瓜市场 西瓜甜不甜 甜 就是啊 来来来 要买要快哟 今天 哇 你看我们水果坛什么都有 我们来看看台湾各地的水果 今天有台中的香蕉 好 无告后家 不好意思 我们卖水果阿姨 这要很早起床 现在我们今天还要滚 我知道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请问 那三种水果最危险呢 第一种就是 莲霧 因为莲霧招的很像直战 不过请放心 在台湾拿枪是尾巴的 第二种就是 龙眼 因为龙 没有眼睛 还是可以咬人 第三种是榴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你吃完你的朋友可能都跑光光了 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拉拉伞的水蜜桃 哦 又甜又圆 你可以卖来送你 只有养下你 蛤 你觉得猜对了吗 不然就找一些芭蜜 我们有珍珠芭蜜 有红杏芭蜜 你看 好漂亮 还有呢 现在 越来越热 就代表我们最期待的 芒果季节要开始咯 这个就是屏东的爱我芒果 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炒冰 爱我芒果最好吃 肉肉 还有呢 就是 过年快到的时候 要记得来打我买点橘子哦 吃橘子可以让你大吉打理吉祥福利 哇 今天的生意真好 我们水果都卖光光了 所以 我要打烊了 一开始之前跟你们说 我阿嬷教我的人生大道理 阿嬷说 吃葡萄 不吃葡萄品 不吃葡萄 倒是葡萄品 好了 不要开玩笑了 最后 我要跟你讲 不管你是上班族 还是草莓族 我们都要为台湾 多结果池 我希望台湾可以像一棵大树一样 结许多好的果实 譬如爱的果实 包容的果实 还有佛品的果实 台湾人啊 就是像台湾的水果一样 赞 使得我们行善很保护 爱吃水果的你更要爱果了 我爱台湾 哇 好 三盘赞 谢谢我们看水果的老百娘欧陈 台湾都开不开了 而且我发了一个水果 都特别大的 所以是你的水跟土壤 特别的有滋养的那个养分吗 就是从宜兰好想到这个地方才来的 哇 宜兰是个好地方 真的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行我们的精致问哪 好 我的问题一杯 比较多了耶 问题是 你最喜欢台湾的哪个节日 为什么 谢谢我请教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请坐 其实台湾也很多 我现在在想应该就是中秋节 因为也可以吃好吃的柚子 所以呢 也可以再跟朋友一起烤肉 可以看那个圆圆的月亮 所以我觉得中秋节还不错 而且有点像我们降到的感恩节 是全家举在一起的 还不错的回答 真不愧是卖水果的老板娘娘 为什么要扯到水果是吗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刘采林为我们演讲演绎 这个汉光奖的部分 要做 好 要做浓还是要做生意的呢 我就选择这个 上 长丸 上至云 专破 赖斯宁 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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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日中和 有五千夏军 上云立无果 下云翻无山 周关有长景 起云竹莫然 建议亦和事 郎苦 神贪行 敬见便全末 无上苦悲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blessing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